我现在不做工的九年 这个家鲜我做到五年多了 老板很好 他对我很好 女儿一样很好 长回家 不过因为家也不行 现在的情况很难 还有COVID还有国家很乱 没办法回去 要飞机票也要等很久 那个时候 我去了这样 可以回来我不知道 我没有赚钱 我们的家庭也很难吃都没有得吃了 我的家庭很多人 我们姐妹有个人 我是女的最大的 我赚好的钱给他们弟弟妹妹读书 爸爸妈妈年轻大了 要没办法怎么做了 爸爸妈妈也不是身体很健康 我爷爷每次打电话 快点回来 来看我 OK我会回来的 不够还不够钱 他生病到很大 跟我讲话我打电话给他 他也有一点累了 累了我要睡觉了 最后这样讲 然后我也OK 你累了睡觉了 明天再聊天 这样讲呢 然后那个晚上他过世掉 爷爷过世的时候 我妈妈打电话过来 我妈妈讲 你这个心给他准备好 这样讲 我说 什么准备好 什么事情 然后妈咪先哭 爷爷昨天你讲话 讲完了 这样他睡到没有起来 那个时候心跳去一样 我们小时候他照顾我嘛 我们长大 这样他死的我们都没有看到 所以很难过 爷爷这个一个而已 我没有爷爷这个一个而已 不过他很好 很能照顾 老板娘他很照顾我 我老板讲 你家有 你倒了 这样 你的家没有了 每天看到这样 你打电话了吗 你妈咪 你爹地 怎么样 过得好吗 有现在国家人 怎么样 每次这样问 这样 他没有这样问的话 我们 每天跑过去 一天一天过得很难 这样 爷爷呢 那个 COVID-19的时候 很多女友跟老板吵架 很多 听到 我老板 不要这样 我们 我们要看开心心 吃吃多一点 吃多一点 每次 买到我很多很多 我们两个谢谢啦 好不好 你照顾阿嬷 阿嬷跟你 你很好 这样好了 每次这样 阿嬷也很好 阿嬷也很照顾 我很疼 他们也开心 我也开心 我一起 我一起先哭了 抱来哭先 展画不出吧 感觉 因为没有看到很久了嘛 家庭人 现在三年 差不多三年 都三年了 好 好 来